这个少年出生起,就又有强大妖力 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存在 因为祖母林子留下了有人杖 他成为了妖怪眼中的糖丝肉 伤有不顺,就会遭遇袭击 好在有猫咪老师这个大妖当保镖 夏末才没被夺走有人杖 转眼又是新的一天 夏末正坐在墙上看书 突然被足球砸到 正把伙伴们掌球的时候 他再一次被妖怪缠上 逃跑间不小心被神子绊倒 他也因为被妖怪抓住 夏末向猫咪老师求救 则让对方尽知之不理 但人因此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直到晚上都没见猫咪老师回来 难道是我白天下手太狠了 突然窗外出现一只黑色猫咪 和老师长得一模一样 夏末带他去浴室洗了个澡 却发现一点颜色都没掉 这纳闷的时候 争执的猫咪老师回来了 看到那图黑漆漆的妖怪 他开始担心有人障害在不在 紫廖夏末刚拿出来 就被黑猫咪走 男人立刻追上 一路来到森林深处 却碰上了一大群妖怪 为了避免夏末被发现 猫咪老师变回真身 用自己的味道掩盖掉人类气味 这时 一个身着和服的女人出现 她叫做红风 是猫咪老师救世 通过询问得知 今天山里要有妖怪聚会 他们追着那只黑猫 很可能会出现在那里 夏末立刻拜托红风 将自己伪装成妖怪陷入 尽管红风并不喜欢人类 但看在猫咪老师的面子上 还是帮他做了伪装 之后两妖一人来到聚会 从妖怪们口中 听说了这座山的主人的故事 因为被人类救过 所以喜欢上了人类 但后来却因为袭击家畜 遭到人类的封印 妖怪们对主人的遭遇感到气愤 趁着九印上头 纷纷表示 要去袭击封印之处的人类 把主人救出来 吃冷的夏末无法置之不理 正绞尽脑汁想办法时 突然注意到一旁的黑猫 他再一次追了上去 并成功地捕获对方 但他为什么要抢有人杖呢 红风用妖术探查了黑猫的记忆 赫然发现 他就是妖怪主人 因为附着在招财猫的容器中 才会变成这般模样 如今只要把名字还给他 就能恢复实力打破容器 这下夏末犯了难 因为他没见过对方的样貌 向妖怪们询问主人名字 却因为是人类遭到袭击 随着黎椎恢复原本的面貌 所有妖怪都安静了下来 他告诉夏末 在封印解除后 回去看望了救命恩人 但可惜对方早已过世 另有人杖把他吸引过来 也是希望夏末阻止手下的行为 虽然黎椎依旧喜欢着人类 但妖怪漫长的生命 让他无法接受再一次失去 在和黎椎告别后 有人杖重新回到夏末手中 洪峰本想和猫咪老师一起离开 却没想到对方依旧决定 待在夏末的身边 直到对方走到生命的尽头 这一天 猫咪老师摔下墙扭到了腰 夏末只好陪他去森林里 找这两妖怪扭上了药草 看到猫咪老师在雪地里活蹦乱跳 夏末没忍住 砸过去一个雪橇 两人瞬间开展 玩了一会儿 猫咪老师才想起正事 趁着他去找草药的间隙 夏末又捏了只雪拓出来 这时 背后的石像突然冒出妖怪 说要抢走他的身体当容器 没想到夏末往旁边一躲 他附身到了雪拓身上 虽然身体有点过于袖珍 但有总比妹友好 他告诉夏末自己教训 是石像中的妖怪 现在希望他帮个忙 如果拒绝 就骚扰他八代子孙 他拜托夏末找到缝魔之术 消灭掉里面的恶灵 不然森林就会被其窝染 夏末感觉有点奇怪 问玄 难道没有其他的同伴吗 这才知道除了他之外 还有另外一座叫翠的石像 两腰一起守护着这片森林 但最后来粉身碎骨 只剩下他一个 第二天 从学校打听到 缝魔之术的具体位置后 夏末立刻带玄赶了过去 寻找森林中的异常 他们找到了一间破旧的房屋 突然一双血红的眼睁开 向着手无寸体的夏末泼去 碎突然暴走 挣脱束缚后逃走 事后夏末询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这才知道当年发生的一切 那年村子出现旱灾 人类向他们许愿 希望土地肥沃 可寻和翠 只有精华森林的能力 没有办法让土地富饶 于是只好尝试将生命力 捉入土壤 但还是无法滋润田地 最后人类将饥荒的痛苦 归咎到了他们身上 翠因此被扔下山崖 粉身碎骨 因为对人类的憎恨 却变成恶灵敞开抱负 然后就被彻底封印了起来 夏末拜托其他妖怪 打听翠的下落 很快就听说 北方的森林中 出现了奇怪影子 他立刻带着玄赶罐去 没想到翠完全丧失理智 击退玄之后 打算再次逃跑 夏末上前抓住他的胳膊 无论邪气侵蚀身体有多疼痛 就是不肯放手 再这样下去 他就会丧命 猫咪老师无法做事不理 正准备上前阻止 玄突然扑过来将翠抱住 翠恢复了意识 和玄一起化作戏芒 像是在夏末的眼前 这天放学回家的路上 夏末看到抬轿子的小妖怪 被地上一滩水 拦住去路 出于好心 他在地上放了快木板 看到妖怪们重新上路 夏末开心极了 之后回到家 发现门缝夹着一串指人 下一秒 指人变成绳索捆住他 并将他带到了 名曲周一的面前 他是来邀请夏末去温泉旅行的 猫咪老师觉得 名曲不还好心 结果一听旅馆课一带宠物 立刻答应了下来 无奈夏末也只好同意 第二天 等人乘坐电车出发 来到深山老林中的一家旅馆 听名曲说要去打个电话 夏末先回到了房间 正躺在榻榻米上休息 突然听见壁处里发出异想 刚准备打开看看 名曲回到房间 喊他去泡温泉 在单独的环境里 心思敏感的夏末忍不住多想 虽然他不太擅长 一副妖怪 但名曲却是憎恨妖怪的 这时 钟的脸突然凑近 把夏末吓了一大跳 看着对方浑身都是水 他不免自责起来 于是用毛巾帮忙擦拭 名曲看到后表示没必要 妖怪是不会感冒的 路过客厅 夏末被尸体吓了一跳 可再看去 一击什么都没有 名曲怀疑是妖怪作祟 让他回到房间 自己去附近看看 这时 碧初再次发出异响 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有个罐子 上面还贴着奇怪封印 听毛巾老师说 这可能就是 他看到的尸体的头 夏末吓得连忙把门关上 晚上 碧初传来异响 与之前不同 夏末明显察局到 有什么东西跑了出来 等名曲开门一看 发现罐子一打开 夏末无法坐视不理 叫上毛巾老师出门寻找 路上 老师告诉他罐子上的封印 不仅是最近才施加的 而且非常的强大 能从里面挣脱 说明这东西很凶 很快 来人来到楼下 恰好看到女妖 从天花板掉下来 女妖名叫陈江 自称是这栋房子住客 但人类过来后 嫌他碍事 就将他封印了起来 陈江希望夏末把名字还来 如此一来 他就可以离开这里 夏末心生同情 答应下来 没想到对方脱离束缚后 立刻扑过来想吃了夏末 好在毛巾老师反应及时 这才救下了他和明曲 之后 明曲带夏末 来到一间布置好的房间中 难道说 女妖请夏末来温泉 是想利用她的妖力封存妖怪 明曲没有反驳什么 夏末想到自己隐瞒的事 同样也没有计较 当即答应帮她这次的忙 很快 女妖来到这处房间 明曲上来就能指人绳索 束缚住 但可惜并没有用 前居一番之际 一只大妖出现 直接抓住了女妖的脑袋 原来她就是教子的主人 因为收过夏末的帮助 这才过来帮忙解决麻烦 第二天退房的时候 钟左过来替主人辩解 说她邀请夏末只想聊聊 封印妖怪只突发情况而已 夏末表示理解 但她也有心情 不知道该不该和别人诉说 自己隐藏在心底的秘密 但她相信总有一天 会有勇气和大致坦白 这天 夏末从院子的树上 发现一颗被遗弃的麻雀蛋 与此同时 家门口还被妖怪画上了奇怪字符 当时夏末并没有落下 转手把蛋交给猫咪老师 让它帮忙孵化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麻雀蛋依然没有反应 而墙上的自缺在不断变化 从六到三 夏末抹然发觉 这是在倒数 可是妖怪在倒数什么 这时 一个男人出现在他背后 询问夏末是否有看到麻雀窝中 遗留下来的蛋 他的主人想要吃掉对方 得到否定的答案 男人也没有完全相信 警告夏末一番 这才离开 回到房间 看着那颗安静的蛋 夏末决定隐瞒下来 当里面的雏鸟好好活着 只要到了最后一天 夏末和猫咪老师守在蛋鞭 渐渐证了复发过程 只见一道墙光闪过 诞生的小家伙 竟和夏末长得相似 原来这十种外形 类似鸟与龙 并且名为乔尾的妖怪 出生的时候 会让外形变成第一看到的生物 等长大到某个程度后 才会恢复原形 起程离去 就这样夏末和猫咪老师 过上了当奶爸的日常生活 从吃到穿 悉心照料 没事还会陪他出去玩耍 但熊孩子就是喜欢拆家 哪怕是妖怪也不例外 夏末却一点都不生气 还觉得他做的潮很好看 一人一妖 还给程卫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小玉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小玉逐渐长大 却不知道因为什么 变得更加薰柔 连饭都吃不下去 正当夏末单身的时候 家里突然来了个不碎之客 为了小玉不被带走 夏末抱着他逃入森林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 消除小玉 夏末仍然是拒绝的 并告诉小玉不用恐慌 就算长大后会离开 他们的心也永远在一起 在男人攻击落下的瞬间 小玉抱索恢复妖怪真身 猫咪老实上夏末退后 以小玉现在的状态 根本就是六亲不认 但夏末还是温柔的伸出了手 回去了路上 夏末告诉小玉 她也只都是孤单一个人 直到遇见现在的家人和朋友 才贫富了内心的悲伤 而她也希望小玉可以如此 将夏末送到家 依依不舍告别后 小玉飞上天空 她上旅途 这天一个叫乌叶的妖怪找来 得知她是外婆林子的熟人 夏末立刻反开有人杖 准备把名字还给对方 但奇怪的是 虽然有人杖有反应 却没有显示出对应的纸张 乌叶对此表示 她的名字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 原来50年前 林子把纸张挂到了后山的一棵树上 她还告诉乌叶 如果中途拿走 就会引发大海的愤怒 夏末和猫咪老是恍然 她这是被整了呀 不过话说回来 50年过去 那棵树应该长得很高 很难找到 但看到乌叶着急的样子 善良的夏末还是叫来小伙伴 一起帮忙寻找 没想到中途的发烧加重 突然失去意识倒下 乌叶对此感到非常自责 秉确让她不要这么说 听起来像是在否定夏末的努力 这时 猫咪老师问乌叶 为什么林子会拿大海威胁她 这才知道乌叶生长于山中 因为离不开 而对大海充满向往 大家越发觉的 林子之前的行为是在撞动她 可夏末却觉得里面有引擎 表示等退烧 就继续帮她找 第二天 并找到了那棵树 夏末顾不得还在绣养的身体 立刻带着乌叶赶了过去 等她爬到树的最顶端 从未见过的美景出现在眼前 是她心心念念的大海 直到此时大家才明白 林子把纸条绑在树上 是为了满足物业的心愿 不久之后的一天 板上西村听说 隔壁班有个漂亮的妹子 一下课就带着好伎友们 去隔壁班找人搭讪 怎样妹子看了眼夏末 斩头就跑 晚上回家 塔子阿姨做好晚餐 让夏末去找猫咪老师回来 没想到正好撞见白天的妹子 在地上挥着奇怪的阵法 明明不认识 妹子却叫出了她的名字 只是脱口的瞬间 她就后悔了 随即丢下树枝匆匆离开 当天晚上 夏末做了个梦 第二天起床洗漱 夏末在身上看到奇怪的字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确实存在 与此同时 有只大活子妖怪 来到这里找夏末帮忙 她表示有个人类女孩 在路上不停地挥着阵法 害得妖怪们显入身形 希望夏末能去阻止对方 夏末一瞬间便猜到是谁 当即和大活子来到昨天的空地 果不其然 妹子还在那里 见到夏末的一瞬间 她又想逃跑 结果被猫咪老师划铲半岛 通过交流得知 妹子名叫多鬼套 这个阵法是祖上有传下来的 只要妖怪走到阵法里 就能增强妖力 被拥有通灵滋滞的人看到 大约一年前 她在家里会吃阵法 没想到引来了一只可怕妖怪 对方要求她在360天之内找到自己 不然就会吃掉她 便按照倒数顺序 吃掉被她喊出名字了13个人 夏末昨天被她喊了名字 所以也在这13个人当中 事关这么多人的性命 夏末无法置之不理 随即与多鬼一拍即合 开始寻找那只妖怪的踪迹 专业时间只剩下一个月 人人依旧一无所获 于是夏末决定去湖边看看 就在猫咪老师落水之际 那只妖怪从背后出现 将她抓走 等夏末睁开眼睛 已经被妖怪抓去老巢 对方很忌惮她的能力 于是绑上绳子 让她没办法帮多鬼 妖怪还表示 游戏规则她随时都可以打破 只是想增听点冒着老巢的乐趣 才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 妖怪舔过夏末的眼睛 吓得她一群挥出 接着用木板砍带绳索 这才成功逃出了山洞 与此同时 发现夏末不见 猫咪老师开始四处寻找 只好与逃出的夏末相撞 虽然很气息她保住一条命 但被妖怪舔过的眼睛 却暂时丧失了看见妖怪的能力 如此一来 这场生死游戏 他们的胜率更低了 来人的心情不明有些低落 其中夏末的感触更深 明明知道猫咪老师就在眼前 可她依旧什么都看不到 这让习惯陪伴的她感到孤单 第二天走在路上 夏末突然发现 猫咪老师的身上也出现了字 看来是昨天她和对鬼聊天时 被对方喊了名字造成的 猫咪老师又被挑衅到 当即从旧友那边 又来了一个能够封印妖怪的道具 只要把镜子对着妖怪的眼睛 再涌唱风音的皱纹就行 但现在夏末看不到妖怪 只能拿她当诱饵 吸引妖怪过来 毕竟有人杖这个东西 可比吃人更有吸引力 正说着 那只妖怪就来了 夏末一下就被暗倒在地 脖子也被套上绳索 挣脱不得 多鬼见证 拿自己当诱饵 将妖怪带上绘制的正反上 她以为抓住对方 就能获得游戏胜利 没想到妖怪从一开始 就压根没打算放过她 连看多鬼就要被吃掉 猫咪老师帮夏末这么舒服 随着妖怪被封印 多鬼两人终于摆脱危机 而夏末经过这次睡醒 也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坚强 以前总想着 看不见妖怪多好 可真看不到 镜也会感到寂寞 或许她已经习惯了 猫咪老师他们的陪伴 这天 夏末和小伙伴们约好 去山上的异家民宿 开学习会 到了地方才发现 这里有一片很深的水池 似乎与当地的人鱼成熟有关 夏末往下看的时候 正好看到一个东西 冒出水面 拒绝是妖怪 她推着小伙伴赶紧离开 来到民宿 老板娘并不在 三人只好先一步进来 突然夏末手中的包 冒出一个晕晕的脑袋 等到老板娘回来 三人回到房间开始学习 累了就去抛个温泉 老板娘还为他们准备了丰盛 而又美味的晚餐 转眼到了半夜 窗户上突然出现一道黑影 将夏末拽出去后 威胁她交出有人帐 老板娘听见动静 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 夏末解释说自己睡不着 这才出来转一转 当她转过身去看时 原地已经没有人鱼的影子 之后两人坐下来聊天 老板娘告诉夏末 传说吃了人鱼的血和肉 可以长生不老 她小时候有心见过一条 并且得到了人鱼血 上一个叫银鱼的人喝了下去 而她现在正在找那个人 第二天离开民宿 猫咪老是让夏末小心 于是她只好和伙伴告别 从另外一条小路走 无论人鱼的态度有多恶劣 夏末都温柔一带 还用詹诗的手帕 去擦拭对方受伤的额头 来到车站 夏末看到老板娘 上前和她打了声招呼 询问之下才知道 她是因为听朋友说 在车站看到了银鱼的身影 才特意过来等着 因为出生于双新家庭 她从小没有兄弟姐妹 只有体弱多病的林家哥哥 会陪她一起玩耍 后来银鱼的病情恶化 老板娘走投无路 向人鱼求了一瓶血 给林家哥哥喝了下去 之后听说对方转越后 身体大好 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从那之后 老板娘每天都在自责 因为不劳不死的代价 是永生永世的孤独 夏末决定帮助婆婆 于是去找人鱼 询问有没有 能解除长生不老的办法 此料这话 竟然激怒了人鱼 既然她后悔的话 那我就去吃掉她好了 另一边 老板娘在车站 看到了熟悉的脸 确信对方 变得长生不老 她内心充满了悔意 回去路上 人鱼从背后出现 还没来得及做什么 突然被夏末扑倒在地 此时 有人仗产生反应 看来人鱼的名字 也在上面 夏末看到了人鱼的回忆 当初她把老板娘 当作朋友 于是得知对方 想要自己的血时 才会觉得受到了背叛 而她送出去的 也不是人鱼血 只是一瓶葡萄汁而已 赶过来的老板娘 没有错过 人鱼最后的这句话 她忍不住露出微笑 内心终于释然 这天 夏末在跳蚤市场上 偶然得到了一幅风景画 紧接着 奇怪的事情发生 每天早上起床 房间里到处都是花瓣 夏末直觉与那幅画有关 于是决定守住带兔 半夜 天花板被打开 一只手伸人进来 撒下花瓣 原来花是这个妖怪的 因为不小心弄丢 才被人解了去 意外流落到夏末的手中 他本想把花带走的 无奈根本取不下来 最后只好暂时放在这儿 每天都过来送上一束花 随着时间一天的过去 夏末逐渐和对方熟络起来 这才得知 他叫做四米 当年他和一个叫八板的人类男子 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但爱于妖怪的身份 只能在一花盛开的季节 躲在花丛中与对方交谈 两人约好一起看遍天下美景 可后来八板突然失踪了 他找遍了各个角落 最后在这幅画中 放下了对方的身影 之后便带着画四处游离 希望有一天 他能从画中出来 但猫咪老师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幅很普通的画 不可能有灵魂寄宿的可能 不久之后 夏末突然病倒 因为那幅画 常年被四米带在身边 已经具有了妖力 正心使着夏末的力量 再这样下去 会危害到他的生命 四米决定烧掉这幅画 可夏末却阻止了他 只让他们依旧没找到办法 眼看夏末的病情越来越重 四米下定决心烧掉画 不过在那之前 他想在光头多的树枝上 画满与八板相遇所尽的樱花 梦里樱花灿烂 四米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人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当夏末从梦中醒来 樱花全都不见了踪影 那幅画也重新变得普普通通 或许 四米和八板已经手牵手 一起去完成旅行梦想了吧 这天 夏末和叔叔一起回家时 在路上发现了奇怪的脚印 一直延伸到家门口 地上还有副诡异的图画 叔叔觉得有点眼熟 但没有多想 但很快奇怪的事情发生 菜园的菜 全被人采烂不说 半夜还有人走狼顺慢跑 夏末查局到不对追上去 正好遇到了叔叔 他表示 原来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但在从一个奇怪的女生来过后 一切就又恢复了正常 夏末觉得和外婆有关 于是第二天跑去询问详情 这才知道两人在小时候就认识了 当时林子被所有人排斥在外 叔叔虽然觉得对方奇怪 但还是和他成为了朋友 后来家里发生了奇怪的事 门口被画上奇怪涂鸦 祖廊发出有人乱跑的声音 酒连父母也接二连三出意外 大家都说是妖怪下的诅咒 但叔叔却不相信 当林子得知这件事情后 表示要去他家里做客 叔叔热情的招待了对方 可当他断来茶水 却发现林子已经不在原地 与此同时二楼发出怪声 等他跑上了查看 就看到了那奇异的一幕 那天之后 叔叔就很少再见到林子 即使偶尔看到他 他也会逃走 但叔叔仍觉得林子是个温柔的人 结束瘫痪回到房间 夏末在走廊上看到 曾经被巨竹出去了妖怪 当即追了上去 却差点被吃掉 生死之际 他看到林子 用反射驱赶妖怪的画面 表示一定要保护这个家 于是当妖怪找过来时 夏末已经布置好了阵法 等到刺眼的白光散去 房间一片凌乱 叔叔听见动静过来 就看到眼前这熟悉的一幕 夏末连忙表示会赔偿 又害怕谎话会被戳穿 正忐忑不安的时候 叔叔温柔地安慰了他 这一刻夏末的心温暖极了 不久后的一天 他陪塔子阿姨外出买东西 看到天上飞过一只受伤的妖怪 夏末连忙和猫咪老是追了上去 鸟鸟向大头来求助的目光 下一秒却被一个大头吃掉 追击妖怪而来的明曲告诉夏末 那个大头不仅吃家厨 还吃同类 鸟鸟是查知道他身负强大妖力 才会跑来这边寻求帮助 这不及让夏末自责起来 如果他能帮得上忙就好了 明曲看出他的想法 当即询问要不要来参加 众术师聚会 里面都是能看见妖怪的人 夏末想着可能会遇到 和自己一样近况的人 于是答应去参加聚会 第二天在门口 与明曲碰面 装上来就要他脱掉衣服 画上驱魔的皱纹 明曲老人才算放下戏 毕竟会场里有不少妖怪式神 万一想知道夏末就不妙了 很快两人进入会场 刚给夏末戴上面具 就见一个叫凄赖的人走过来 他是除妖名门的 场衣族家族的秘书 见到夏末的第一眼 就看出他身负强大妖力 内心却脆弱又敏感 听到他安慰说 以后不用再孤军奋战 夏末的内心依依触动 他只能可以相信别人吗 这时 既来和明曲说起 之前追击的大头妖怪 表示如果出不掉 那就封印 接着便送给明曲一个封妖狐 从会场出来之后 握过妖怪的悬赏榜 夏末看到大头的悬赏力 为了帮鸟妖讨回公道 他决定协助明曲找出妖怪 于是两人聊到房间 不知正法 只要在心中小小妖怪的模样 命令指人去找就好 但让夏末奇怪的是 指人转一圈后又飞了回来 明曲见状脸色微变 因为这说明妖怪就在会场中 终帅先站了上去 夏末和明曲解决其后 然后来到一处聚会的房间 夏末连神细听 发现电话般有异动 为了保护中 夏末的手臂被咬住 但好在有巨魔蚊子的保护 这才没有造成大碍 与此同时 猫咪老是恢复真身 帮他去这交外 夏末则和明曲来到户外 握着封印的正法 封印仪式结束后 夏末这位帮上大家高兴 就见其类抢走了风妖狐 原来他一早就叮嘱了大头 想收服对方成为世神 本想派出鸟妖世神 当作幼儿 没想到反被妖怪吃掉了 这才把主意 也达到明曲两人身上 见到其类对妖怪生命的默示 夏末终于意识到 和他一样的人 才是最危险的 一旦知道有人账的存在 丽死人一定不会放过他 或许只有变得更强 他才能保护重要的人 之前放学 夏末被同学邀请去附近的 一间荒宅探险 猫咪老是劝他早点回去 因为这屋子真的有问题 夏末一听 表示就算要走 也要喊上同学一起 没想到刚走两步 就听到走廊镜头 传来奇怪的撞击声 他寻一声过去查看 发现梦乡中有个小孩子 从未断上来看 对方不是妖怪 夏末还从地上 捡到一个名牌 这才得知那孩子叫石伟健 第二天 夏末到小学找他 想着把名牌还给对方 没想到经被扫击的伙伴 当成了跟踪狂驱赶 夏末备受打击 只好让妈咪老师 代替自己去还东西 夏末去后山散步的时候 夏末遇到了好机友天爪 突然一旁传来奇怪的声音 他过去一旦 发现是只妖怪 正低估者说要吃掉那个孩子 这时 多鬼路过 提醒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很招妖怪 而且夏末的手还受伤了 回到公园包子好伤口 夏末一抬头 就看见了小剑 对方见他看来 当即把腿就跑 结果又被猫咪老师拦住 见他们是真的来还东西的 小剑这才放心下来 并告诉夏末三人 之前一直有人跟踪他 还把他关进了箱子 所以才会误以为 夏末是变态 就这样误会解除后 夏末和多鬼把小剑送回家 三人也由此 建立了友好关系 没事就在一起玩耍 这天玩累准备回家 直到半路 妖怪突然出现 高举着斧头就要砍下 考虑到多鬼看不见妖怪 夏末让他快点离开 然后带着小剑 从反方向逃走 没想到妖怪速度很快 眨眼间便追了上来 夏末让小剑快走 独自一人面对妖怪 原来是多鬼 找来了外缘 猫咪老师表示 那只妖怪 被他吃掉了多少妖力 应该不会再过来 可夏末总觉得哪里奇怪 这时旁边闪过一道影子 踏着上去之后 才发现是名曲 下木陷入了为难中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小剑 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多鬼解释 第二天又在路上遇到名曲 对方表示小剑出现了府邸附近 有一口封印着恶鬼的水井 他应该是听见了召喚 想要过来解除封印的 而名曲接到的任务 是将对方除掉 所以不希望夏末阻拦自己 和名曲分开之后 夏末在公园遇到多鬼 拜托他帮忙调查一下 封印恶鬼的水井在哪 然后去废弃大宅 寻找小剑 此时 名曲已经不下陷阱 却没想到窝伤了夏末 牵制一发之际 小剑就下夏末 他本无意与除药是敌对 但见对方差点伤了朋友 一时机也伸怒从兴起 当即找到名曲 准备要他的命 夏末担心名曲的安危 立刻追了上去 没想到两人说话的一幕 刚好对小剑看去 他以为自己遭到的背叛 表示要解开封印报复他们 夏末无可奈何 只好再次追上去 他让小剑听自己解释 无奈对方根本不听 反手就解除了封印 饿鬼出来之后 飞蛋不感激 还要吃掉小剑补充力量 在这危难之际 夏末冲了上去 用身体替小剑挡下一击 捡起掉落在一旁的有人杖 小剑还想抢足来报复夏末 可当他翻到最后一眼 才意识到这都是一场误会 当场忍不住大哭起来 那天之后 小剑就伤失了 但夏末并不打算放弃这段友谊 表示一定会找到对方 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瓶颈 猫咪老师对夏末也彻底改观 他原本以为 这个世界上出的林子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 继承有人杖 但现在看来 夏末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夏末有人杖第二季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曾经在夏末总是拷避妖怪 认为他们是可怕的存在 但是这了解之后才发现 原来妖怪也是有真情在的 现在有了猫咪老师的陪伴 夏末终于不再感到孤单 希望有一天 他能坦然地告诉朋友和家人 自己隐藏在心底的那个秘密 喜欢这股番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